这一次也就是今天要跟各位上的课程 它是这个主题 业余的创意跟专业的创意 那么专业跟业余看起来很容易懂 但是其实大家有很多误会 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测验 可不可以我们班上最高的 我刚才知道你最高 所以以后你麻烦了 我都会常常想到你 你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业余什么叫专业 业余可能并不是 就是把长时间的一个专注于这个方向上 然后专业就是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在这边 然后久而久之就是手机这样 对于这个手机就不安 所以你对业余的解释是说 他没有放很多时间在上面 然后专业就是放很多时间在上面 是这个意思 好 有没有不同意思 赞成我们九二同学的 举手看看 赞成他 没赞成啊 都没有人赞成吗 你这么没面子 那不赞成的说个理由 刚刚说要调课的那个 你要不要用这一支 那你就要大声一点 什么叫业余什么叫专业 专业比起来就是比较需要负责任 或是那种责任心或是责任感 会比较重 是 专业是必须要有责任 那业余呢 因为他不是一个比较那么正式 或是比较严肃的方法进入的 所以他比较想的就是比较随性 你不能讲随性 自由一点 比较自由一点 好 OK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我把它当成其中的一堂课 而且要用四小时来讲 各位大概不应该会认为 我是实在是没有题目讲了 随便抓个题目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为什么刚刚请同学开始去解释 什么叫专业 因为他非常被误解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字在英文叫做professional 专业 业余呢叫做amateur 那 amateur 在字典上面呢 他是说a person attached to a particular pursuit study or science 这个science是学习的意思 不是科学的意思 也就是说一个人他执着在一个特别的追求 研究或者是学习 as to 对着像是音乐画画等等 那这是一种解释 另外一个是one who cultivates any study or arts from taste or attachment without pursuing it professionally 那这里就开始有一点点意思了 意思就是说 有人呢 他从这个study 去获得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品位 或者是他的执着 可是他没有把它拿去当成是一个专业来做 那这里头呢 attached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也就是他非常执着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个东西呢 是without pursuing it professionally 意思就是说 如果有一个人对建筑非常的执着 可是他没有去从事建筑的专业 那么他就叫做amateur 所以从这个解释来看 我为什么要特别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呢 就是从这个解释来看 我们大概可以了解说 一个amateur 就是说一个业余的人 不见得他不理解 那我们来看看业余跟专业有什么不同 第一个专业叫做professional 不专业叫做unprofessional 业余amateur是不一定不专业的 也就是说这个业余 他可能是非常非常专业 他只是没有拿他来当职业而已 那么从事某一个职业 也就是occupation的人呢 他不一定很专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有的人做律师 可是不像律师 就是他帮人家做顾问 常常搞错 有的人做建筑师 他的职业是建筑师 可是他常常设计房子要漏水 那或者是设计房子住起来不对 那个就是他不够专业 但是他是那个职业 可是有一个amateur 意思就是说 这个业余的人 他没有从事那个职业 可是他可能非常专业 所以我们大概 我想利用这一堂课的开头 跟大家解释 业余的人不一定不专业 因为只有从这个了解进去的时候 我们往后接下去要谈的事情 他才会变成是一个可能的事情 而且专业 就是在我们以为专业 他就是常常把专业 跟他从事某个职业混成一团 他从事某一个职业 他是一个职业的医师 他的职业是医师 可是他不一定很专业 他可能没有办法鉴定 你今天跑去看他 跟他说你肚子痛 其实有个什么毛病 他可能没有办法鉴定出来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让我们去了解 什么叫做业余 什么叫做专业 接下来我想先跟各位问一个问题 请各位同学思考一下 您现在还是学生 可不可以已经是某种专业 你要回答吗 比如说 你 比如说可能是舞蹈 或者是说废话 OK 所以你很可能 你现在在念是某一个科系 可是你已经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音乐的 非常专业的音乐的演唱者 也有可能了 对不对 你很可能现在还在念建筑 可是你已经是建筑师 有没有可能 那不过我想 透过这个思考 大家可以了解 你可能还是一个学生 可是你已经是某种专业 这个专业很可能是 非常好的厨师 对不对 你可能现在来念建筑 可是你已经是一个 非常专业的律师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以前20多年前 我不讲哪一位 我那时候开一个出版公司 那时候我的一位同仁 他已经政大新闻研究所毕业 他在报社当记者 我请他来 那帮我编有一本 那时候我非常想编的书 那那个书其中的一本 是去访问台湾的这个 王大宏建筑师 那么我这位同仁呢 他去访问了王大宏建筑师以后 他自己很吃惊 他也让我很吃惊 他就决定放弃他的新闻的专业 他决定要去念建筑 所以他就跟我辞职了 然后他就跑到哈佛去念建筑 可是哈佛不准他念 他说你什么都没念过 你从undergradual也念起 所以他从哈佛的一年级开始念 他已经新闻研究所毕业 他从一年级开始念 念到后来是哈佛的建筑博士 那现在在台湾当建筑师 所以你可以是学生 建筑的学生 你已经是一个新闻的专业工作者 是没有什么稀奇的事情 所以我从这些问题 希望大家开始把专业 跟我的身份 跟我从事什么职业 先把它打破一下 我们接下去的问题 才能够谈得清楚 好 我们的结论是 你是业余还是专业 其实是跟你投入的时间 跟心力有关 跟你现在是什么身份无关 假设你现在的身份是学生 可是你投入的时间跟心力 天天在做菜 做菜大家都说你做得很好 五星级的饭店 实在很想挖你的脚 去变成他的大厨 那你当然是做菜的专业 所以你的投入的时间跟心力 会跟你是不是专业有关 跟你从事职业的身份 一点关系都没有 尤其是跟你从哪个学校毕业的 更没有关系 所以很多人觉得说 我是建筑系毕业 我的设计就会做得很好 或者是我就会很好的 不一定 其实要看你投入的时间 跟投入的心力有关 这里面投入的时间跟心力这件事情 我也想打破各位同学的一件 一个可能会是一个既定的思考 加速学习才是关键 什么叫做加速学习呢 加速学习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投入时间跟心力是可以控制的 那么我们的变成专业 可不可以变成更快 也就是说四年的课程 你现在要修四年或五年 我不管 那你能不能一年修完 我常常在思考这个问题 各位觉得可不可能 觉得可能的举手我看 没有人敢举手 好 只有两位 觉得不可能 完全不可能的举手我看 好 那觉得不可能是因为 觉得我还有很忙 别的事情要忙的 举手我看 不是 觉得四年根本读不来的举手我看 意思就是说要四年才会读得完的举手我看 OK 好 可能大家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真正非常清楚的思考 我想告诉各位我的看法 如果 如果 以 现在 我 我不是讲各位 我讲我 要处理的事情 比如说我最近在设计一个博物馆 那么 那个博物馆 需要 我去 学习到的新的知识 我们大概在一个多月里面把那些research做完 我感觉那样的东西如果放在大学里面 大概是一年的课程 所以 我会认为 明明是可以一个月把那些research非常清楚的做完 而且做得非常的深入 他 用一年去做 那这件事情如果从别的角度来看 从教育跟人格学习的这个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 在大学 我觉得重点应该是在那里 如果纯粹是讲把专业的技术学会 我一点都不觉得真的需要那么久 各位了解不了解我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要学的很可能是 我可以花一个月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 为什么 因为我晓得研究的方法 跟我懂的研究要从哪里去找到这些资讯 以便我能够清楚的掌握这些事情 以及我知道如果我真的不懂我要问哪些人 他才会告诉我真正正确的东西 也许你没有 可是如果我们真正只是想把它 如果这些你都已经掌握 那你要的时间绝对是一个月而不是一年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真正要在学校里面学习的 其实是methodology 是方法而不是内容 内容你可以很快的就吸收一大堆 只是你在练习那个方法 练习 比如说我这一次在做这个题目 我练习 我发现我不太会 那我再来一次 我就发现我再会一点 再来一次我就再会一点 所以那个不断不断的练习的过程 才是关键 所以这个四年的课程能否一年修完的这件事情 它的这个open的答案呢 你也可以说yes 如果你是谈内容的话 它一定可以一年修完 可是你如果是谈说你从前原来一点都没有做过 设计的思考的训练 你没有做过研究的方法的训练 你没有做过设计的方法的训练 那你应该在学习的是那些设计的方法 跟设计的思考 跟研究的方法跟思考的能力 而不是那些内容 那些内容其实一下子就解决了 所以你应该学的是方法跟思考的能力 而不是在学内容 所以我才会说当然可以 那么我为什么要在今天这一堂课开始的时候讲这个呢 就是学习的关键 学习的关键先从no 像各位我们每一次都共同在分享这个TED 他们非常好的演讲 他们的演讲让我们知道 知道一个事情 像上一次讲到no 我们知道了这个事情 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些事情 你也会知道一些你原来不知道的事 但是这个no 你必须要往下走一步 你必须要去think 如果你听完 然后你说我知道了 然后就不再思考 那么你的学习会停在这里 那你的学习停在这里的时候 你会变成一下子就没有了 因为它没有真正的进入你的脑袋里面 你的脑神经细胞并没有让它在中间产生连结 你思考的目的 目的是让你已经从外面你的眼睛耳朵听进来 看进来的事情 让你的脑神经细胞增加连结 这个think是让你的脑神经细胞增加连结 增加连结以后 它才能够真正的理解 它才能够真正的翻译 所以这个是你如果只是听课 而你没有去思考 是没有用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为了要让各位练习思考 每一个东西听完的时候 我都请各位想说 你思考一个题目试试看 其实不只应该思考那个题目 你应该自己发展出来十个题目二十个题目 不断的思考 我举一个我个人的例子 我上一次好像前几堂课在这里讲过一次 我跟各位一样在东海大学念书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经常下课都是到图书馆去 我到图书馆去其实是去做一个功课 那个功课是把我所谓的功课是说 下课的时候到图书馆去我是做一个功课 那个功课是把最新的期刊拿来 我开始翻 那当然下课的时间很短 我不可能翻完 但是我一定是从第一页开始翻翻翻翻到 封面翻到封底翻 我只问自己一个问题 很多人去翻杂志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抄 那时候我们同学现在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 但是那时候我们都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抄 有什么大师的作品可以模仿 但是我那时候只做一个问题 我一直在问说 这个建筑物我随便指的一个地方 这个窗户怎么做起来 我答得出来答不出来 我一定答不出来 我连那个窗户是什么材料做的我都看不太懂 我随便再指的一个 这个外墙怎么做起来 我现在外面看到它红红的 这是什么材料 我知道吗 十个有七个我答不出来 它的里面什么东西把它 它到底是粘在墙上 还是挂在墙上 还是怎么弄在墙上 我答得出来答不出来 我答不出来 十个有十个我答不出来 它的墙的后面到底是什么 是混凝土 还是那个时候我甚至连其他的建材都搞不太清楚 因为东海大部分都只有砖跟混凝土 我只有看到这种材料 所以到底是什么 我也答不出来 所以我去图书馆的目的是要让我自己吓自己 各位听懂我的意思吗 意思就是我把我自己吓到非常害怕 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看着书上的每一个东西 这张桌子脚是怎么装上去的 我也不知道 坦白讲以我那时候在大学的程度 我真的是不知道 很多人现在在从事职业的 他已经号称他是建筑师 你告诉他说 你告诉我这张桌子怎么做起来的 你画出来给我看 他也不会画 他会画得很漂亮的外形 这样子sketch 可是你说怎么做的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就很危险 为什么 我们不是讲说每一个人都要去知道 这个事情细节到那个程度 但是关键他是怎么做起来 你不知道 你永远不会有创新的设计 因为创新的设计 是在改变所有的这些事情上面 所以你必须要去think 那think这件事情最关键的 就是你要去让自己害怕 害怕什么呢 害怕说我怎么知道的这么少 就是我的know know 居然是 unknown 就是我听到这件事情 比如说我们上一次听到左脑右脑 你如果对于脑真的很有兴趣 你再去开始深入去看脑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对脑居然这么不了解 一个就在你的头里面的东西 然后你靠着它每天做那么多事情 你居然对它那么不了解 那你就会越来越紧张 这个紧张是好的 因为这个紧张就是加速学习的关键 怎么加速学习呢 你就会去修 修是英文是practice的意思 你就会开始去说 我知道这件事情 我想一想 我有想通的 我有想不通的 我不断地去练习 我想通的部分 我不断地去练习 找到我想不通的部分 这个practice是很重要的 所以听到要去想 想了有想得懂想不懂 想得懂的继续深入的想 想不懂的再去找它 为什么我想不懂这个事情 更重要的是 刚刚有同学回答我 responsibility就是承担 你说的是用责任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学习 就要把那一件事情 变成是你的责任 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你知道吗 学我 讲给各位听 我为了要讲给各位听 你可能不知道 我需要准备几次 我每次都自己讲给自己听 五六次 所以你看我在这里 好像在随便讲 其实我的同仁大概都知道 我刚刚在火车上 我还自己rehearsal了两次 我才会跑来这里跟大家讲 那那个是什么 是因为它是一个responsibility 是一个责任 我有责任 我就会开始把这个practice think know 更容易串起来 那这一个事情呢 就是同学应该多设法去承担 某一些责任 让你的知识 变成是一个你的思想 变成是你可以训练自己 不断 然后这个习是什么呢 就是习惯 你变成habit 就是如果你承担了责任了以后 你知道的这件事情呢 就不只是知道 而是变成你的习惯 那你从知道变成习惯的时候 你的学习就变成你的 就像你学脚踏车一样 从学骑脚踏车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现在你如果一个会骑脚踏车的人 他在往脚踏车上去骑的时候 一个会开车的人 他现在握着方向盘的时候 绝对不会再去讲说 我方向盘要打三下半才会过去 已经不会背那件事情了 他知道拉多少过来 这个车子过得去 脚踏车要拉多少偏多少 这个车会弯过去 不会倒下去 他都完全是习惯 他已经不是 不是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一定是一个学习的关键 这个如果你把它了解了 你的学习的速度会很快 我的时代是Bowhouse 各位的时代Bowhouse 可能已经没有流行了 但是对我来说 它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有一个很新的一个东西 就是MIT的Media Lab 现在大家都觉得它很红 其实它们两个的概念是一样 它们的概念是什么 实作 所以我在这里提出一个概念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学设计的人 不管你是学景观 学建筑 学什么东西的设计 你实作一张椅子 因为大家都觉得一张椅子很小 就是只有这样 现在我手指的这里 就只有这么小 这么小的一个东西 跟这么大的一个房子 通常建筑系的学生 会被要求设计一栋房子 实作一张椅子 真的把它做出来 因为你通常很少有机会 在学习的时候去实作一栋房子 你没有办法实作一栋房子 到了你开始真正开业的时候 你都还不见得有机会 实作一栋房子 所以设计一栋房子 跟实作一张椅子 哪一个学得多 一定是实作一张椅子 一定是实作一张椅子学得多 为什么 设计一栋房子在刚刚的 know, think, practice 是这个 实作一张椅子 除了know, think, practice 你还多了一个responsibility 虽然你的椅子设计好 并不见得拿去卖 可是你的责任 马上要呈现出来的是 我要让它坐起来 人家愿意坐 舒服 我要让它坐上去 不会当场垮掉 我要让它拿起来 不会很重 我要让它怎么样 我要让它怎么样 马上就可以见效的 所以实作一张椅子 在包house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实际上去弃一堵墙 在包house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在MIT的media lab 它就是说 你去实作一个东西出来 跟你在那边 一直讲了一大堆 设计了一大堆 做不出来的东西 你这个 因为你承担了一个 你要把它做出来的责任 所以你学得比较多 这个是我想要告诉 各位同学 在我们这个九堂课 各位在听的时候 其实它是一个导引大家 开始往这个方向去想的 一个过程 我们用很多21世纪 快要发生 已经发生到一半 即将要发生的 这些概念 让大家去了解说 那我怎么样子 可以开始去 我的实际生活上面 去开始找一个东西说 我想做这个 房子跟椅子有什么不同 尺度不一样 椅子这么小 房子那么大 所以对于一个 刚刚开始学设计的人 其实你要想房子的事情 你想不完 而且你根本想不到 甚至你想错 可是一个椅子呢 是非常实际的 所以它的尺度比较适当 而且一个房子的系统 非常的复杂 一个椅子的系统 它也够复杂 但是它没有像房子那么复杂 至少椅子上面 没有空气的流通 需要解决 所以这一类的东西呢 是我一直建议各位 在想东西的时候 先想小的 因为你把小的想通了 你的大的 就比较可以套用 同样的方法 去把它扩展开来 再往下 空间感不同 椅子也有空间 也有虚实 房子也有 但是这个空间感 有一点不同 其他呢 都一样 在我看起来 所以这个部分呢 也是需要大家思考 也许跟你现在的看法 完全不一样 但是 我既然会说 就是希望大家思考 你怎么样子开始 在你现在的程度上面 再求进步 今天的第一支影片 要介绍这个人 这个人呢 是MIT Media Lab 这是MIT Media Lab的网站 我把它拿下来 MIT Media Lab的一个 叫做David Mariel David Mariel是一个 PhD的student 他在来到Media Lab以前 他在研究的是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在Stanford大学 他拿到的是 Bachelor of Science 跟Master of Science 他拿到学士学位 跟硕士学位都在Stanford 所以他来到MIT 他是在修PhD 我介绍他原因是因为 他在TED做了一场演讲 那么他的那一场演讲呢 也讲得不错 但是重点不是要 看他讲得不错 而是要告诉各位同学说 你们的年龄没有差很多 那你看到一个 他被教育成为 要去做出东西来的人 而不是要讲半天的人 那你看他在怎么受训 这是他的那个讲法 他有一个东西叫Shiftables The Toy Blocks 那个Blocks Think 这边写Think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些什么 Song不停 医癦 I want to start by asking you to think back to when you were a kid playing with blocks as you figured out how to reach out and grasp, pick them up and move them around you were actually learning how to think and solve problems by understanding and manipulating spatial relationships 尤其是感受性的解释, 是深入理解释的解释, 我們知道很多世界的世界上的世界 所以,在理解解释上的使用力, 我們在相關的用力, 我的教練和我的教練和藝術者 我開始想想, 如果我們使用一個機器, 我們要使用一個手機的手機 抵動玩家幾乎一ihen手得起作品 看看這兩個手設定的啟動 而是标准的答案,在一谈的标准, 一谈的标准是一种似乎的空间。 他们可以在手机上摆动, 他们可以在手机上摆动, 他们有一个电视机和电视机, 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在手机上摆动, 所以,像是标准的,你可以在手机上摆动。 而标准的标准是一个新的组织 的技术方式,使用技术方式的技术方式 而是这些技术的更具体, 更具体的模式,更具体的模式, 27. Northwestern, kier上要改善STYLE, 神百貓的多幅度和感受到 巨人的一天進展開照。 我開始發生了些簡單的例子。 您用這個能力來顯示ront去拍攝 如果操作拍攝,它會在這個位置。 如果操作拍攝,它會轉向拍攝影片。 這些對照相應是認真正的、 如果操作拍攝,它會失去拍攝。 如果操作拍攝,它會有輕鬆的。 可能會有一點時間。 and they can also sense their motion and tilt so one of the interesting implications on interaction we started to realize was that we could use everyday gestures on data like pouring a color the way we might pour a liquid so in this case we've got three siftables configured to be paint buckets and i can use them to pour color into that central one where they get mixed if we overshoot we can pour a little bit back there are also some neat possibilities for education like language math and logic games where you want to give people the ability to try things quickly and view the results immediately so here i'm this is a fibonacci sequence that i'm making with a simple equation program here we have a word game that's kind of like a mashup between scrabble and boggle basically in every round you get a randomly assigned letter on each siftable and as you try to make words it checks against the dictionary then after about thirty seconds it reshuffles and you have a new set of letters and new possibilities to try thank you so these are some kids that came on a field trip to the media lab and i managed to get them to try it out and shoot a video they really loved it and one of the interesting things about this kind of application is that you don't have to give people many instructions all i have to say is make words and they know exactly what to do so here's another few people trying it out that's our youngest beta tester down there on the right turns out all he wanted to do was to stack the siftables up so to him they were just blocks whoa now this is an interactive cartoon application and we wanted to build a learning tool for language learners and this is Felix actually and he can bring new characters into the scene just by lifting the siftables off the table that have that character shown on them here he's bringing the sun out the sun is rising now he's brought a tractor into the scene the orange tractor good job yeah so by shaking the siftables and putting them next to each other he can make the characters interact inventing his own narrative hello it's an open-ended story and he gets to decide how it unfolds whoop fly away cat good job so the last example i have time to show you today is a music sequencing and live performance tool that we've built recently in which siftables act as sounds like lead, bass, and drums each of these has four different variations you get to choose which one you want to use and you can inject these sounds into a sequence that you can assemble into the pattern that you want and you inject it by just bumping up the sound siftable against the sequence siftable there are effects that you can control live like reverb and filter you attach it to a particular sound and then tilt to adjust it and then overall effects like tempo and volume that apply to the entire sequence so let's have a look start by putting a lead into two sequence siftables arrange them into a series extend it, add a little more lead and now i'll put a bass line in and now i'll put some percussion in and now i'll attach the filter to the drums so i can control the effect live and now i'll attach the filter to the drums so i can control the effect live and i can speed up the whole sequence by tilting the tempo to one way or the other and now i'll attach the filter to the base for some more expression i can rearrange the sequence while it plays i don't have to plan it out in advance but i can improvise changing it and making it longer or shorter as i go and now finally i can fade the whole sequence out using the volume siftable tilted to the left thank you so as you can see my passion is for making new human computer interfaces that are a better match to the ways our brains and bodies work and today i had time to show you one point in this new design space and a few of the possibilities that we're working to bring out of the laboratory so the thought i want to leave you with is that we're on the cusp of this new generation of tools for interacting with digital media that are going to bring information into our world on our terms thank you very much i look forward to talking with all of you theirua so